我直接撒五罐 如果放这种味道的话 应该就会让男生觉得 哎呀 这个女孩子怎么那么甜呀 哈喽 我是可恩 Welcome to my房间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角落 就是平时我拿来拍影片的地方 你们可能其实都认得啦 只是我没有真正的去介绍过 这里就是 我的房间 我房间超级无敌小 只有6平米 它原本呢就是一个store room 但是上两个月我就很努力的 把它变成了我的睡房加工作室 一天下来大概有十多个小时 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待的啦 Watashima zaini desu 但是宅鬼宅 我是一个精致的女孩宅的 我对我的房间会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要有香味 所以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要来公开我的房间的味道 我是在beauty store嘛 那天我上网看到promotion 我直接扫了五罐回来 它呢就是韩国很出名的 Cocodo香粉 那我刚才讲我买了五罐嘛 最后一二三四呢 还有第五罐去了呢 就是我本来就放在桌子上 我已经开始用了一个礼拜的 它里面其实就长这样子 一个透明的罐子 然后有花花 它呢其实不是香水 它是diffuser 香水是要喷才会有味道 但是diffuser你只要放在那边 慢慢给它蒸发掉 就会有味道了 你不需要动它了 它的价钱是39块钱一罐 是不是很便宜叻 很容易以为哦 这种diffuser是要很贵很贵 其实真的不是贵 最好用的 是要你安的味道才好用 然后这个 我已经用着的味道呢 叫做black cherry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其实我买了四个 是我没有try过的 然后我就试一下 一个是rose的就是玫瑰味道 然后有一个是flora味道 一个pure carton 然后最后一个是april fresh 现在就来开箱试味道吧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black cherry 黑樱桃 这个在我房间用了一段时间 我来形容一下它的味道是什么呀 就是很甜的味道 就是女生会喜欢的水果味 这样水果都会有酸有甜 但是它只是一个纯甜的味道 没有酸味 让人觉得有一种恋爱的感觉 我觉得女生房间如果放这种味道的话 应该就会让男生觉得 哎呀这个女孩子怎么那么甜啊 为了让男生觉得我这个女孩子怎么那么甜 所以我房间马上就选了这个果断 下一个呢就是这个玫瑰的味道 rose perfume 这个味道 哈哈哈哈 有一种在花虫的感觉 很多很多花的味道 怎样形容会就有点像小时候哦 妈咪把我们放那个爽身粉的味道 你知道吗 你小时候有用过那个爽身粉就是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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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这个就很香的一个味道 我觉得很香 就是冲完了那种花花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哦 很多人其实很喜欢那个 小时候那个爽身粉的味道 真的我是没有 很多人都讲那个味道很香面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 你们可以选这个味道啊 但是不是讲rose perfume 这么会没有rose的味道 第三个呢就是april fresh 4月的青... 青... 青... 其实我是4月的宝宝 所以我要闻一下 4月到底是什么味道 其实我自己都闻了 它其实味道哦 就很像糖果 bubble gum的味道 对就是bubble gum的味道 就是如果你房间 然后放了这个的味道 就会像糖果屋 你知道吗 就睡在一个糖果屋里面 为什么4月会是一个糖果的味道呢 难道4月就等于糖果 糖果就等于... 甜? 这个呢就是flora的味道 然后刚才哦 我认真的笑了一下 我觉得特别像vesate的时候 撒那种花水的那种味道 真的很像 就是撒 然后你种到那个花水 你就觉得你身上有一点 花草树木的感觉 对就是这个味道 vesate必买 最后一个呢就是pure cotton 纯棉花 洗衣店的味道 对就是洗衣粉 你经过洗衣店的时候 你就会嗅到很多洗衣粉啊 洗衣精啊 那种的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而且有一点酒精味 洗衣粉加酒精味 但是这个味道是不错闻一下的 真的真的 我有这个cake的 我觉得洗衣粉是好闻的 啊这个ok 这coco dough香粉 其实一罐是200ml 大概可以用3-4个月这样子 就会蒸发完啦 然后你买来的时候哦 它会给你5只这种棍的东西 这个呢就是香烛 这个东西你擦进去之后呢 你放越多就会味道越浓 我自己呢大概是放1-2只 如果你是很中口味的话 你就可以放3只啦 如果你房间真的很大 你就可以放越多 你自己衡量一下啦 而且哦还有花花 这个哦你买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自己选你要花还是不要花 那如果你选你要花之后 你擦上去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像个装饰品这样子放在角落 很美嘞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推荐每个女生都要忍手一贯 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要你房间香香的话 因为一个房间的香味 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情 我们一起做一个精致go吧 想买的话呢可以去到beauty store嘛 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 然后分享出去 还有记得follow我的IG Facebook还有Youtube 我是可能现在再见 拜拜